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1日 星期六 來到晚上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有傳 話說不知施政報告會否派50萬張機票 不過不是派給香港市民 是派給全球旅客 情況是怎樣 消息是怎樣說的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邊商鄉隔里拉奇酒店洩漏資料的新聞越鬧越大 據了解私隱公署指有機會多達29萬位香港住客受到影響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有關院舍探訪方面 原來還未鬆綁 有不少安老院的老人家至今仍受到疫情的限制影響 未能安排探訪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希望看到的相關官員 無論甚麼部門都可以幫忙 這些情況應該要安排好些 讓那些軟舍的老人家可以被探訪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道 李家超據報將會在10月中施政報告宣布寧嘉玲 另外有消息傳 排50萬張機票給全球旅客 報導的内文 是敢格本港逐步放寬入境檢疫措施 市場關注可以由這個寧嘉山變成寧嘉玲 據本地傳媒專欄引述消息人士指 若本港疫情未有嚴重轉差 特首李家超將有極高的機會在10月19日發表施政報告時宣布香港復償 實施林嘉玲說並將向全球旅客派發機管局在2020年買入的50萬張機票即向全球推廣香港 報導指港府和旅法局都已開始籌備林嘉玲以後的全球推廣活動 旅法局已宜定一整套方案等待李家超拍板落實 這樣便可以即時推出 港府亦預計即使推出0加0需要1至2個季度才可以開始有普通旅客來港 意味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度才會陸續見到旅客出現 估計目標客源來自東南亞、中東等亞洲國家 真的不知道這個消息真是假的 兩個消息 第一就是估計月中的施政報告有機會落實0加0同步宣布香港復償 不過說香港復償不止0加0還有安心出行、口罩令、限聚令、疫苗通行證等等 另一個消息比較奇怪就是港府將會扣入50萬張機票派給全球旅客 說這堆機票有機會2020年的時間已經買了 真是奇怪 說那裡不知涉及多少錢 這個錢應該都是公帑支付的 多少錢其實寧願派給香港市民 如果說可以兌換錢的話 但其實怎樣的細節是否已經買了的東西已出資物還是怎樣 消息來源沒有透露 不過既然說到數字這麼準確是50萬張機票的話 看來這件事的可信程度也頗高 來自經濟日報的報道 不知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這個方法送機票給全球旅客來推廣香港是否有用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邊商亦跟進一下院舍探訪方面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院舍探訪未鬆綁 社福介指長者缺乏家人探訪容易情緒低落 希望放寬安排 報道的內文是港府日前公布放寬防疫措施 醫管局早前亦放寬探訪要求 不過院舍探訪方面仍未見鬆綁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期望 隨著社會復常當局考慮放寬探訪安排 若果長者和他的家屬都打齊三針疫苗 可以安排他們外出見家人 洛杉堂總幹事劉愛斯也指 目前照顧百多位長者的院舍 每天只能安排10至12人探訪 部分有認知障礙的長者 較需要以身體接觸感受家人的關懷 若果缺少家人探訪 更容易出現情緒低落 新冠肺炎疫情超過三年 因為院舍長者是高風險人士 一直採取嚴厲的防疫措施 而加強保護 洛杉堂總幹事劉愛斯表示 現在到院舍探訪要有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以洛杉堂照顧百多位長者的院舍為例 每天只能安排10至12人探訪 而會設探訪只限一個人 說的是雖然部分長者可以透過視像或電話和家人交談 但有認知障礙的長者較需要以身體接觸感受家人的關懷 若果缺少家人探訪 更容易出現情緒低落 蔡海偉補充疫情下院舍的長者幾年以來可以見家屬的機會不多 身心方面亦有影響 即使院舍大院有外出 亦只可以在車上游車河 他亦提到醫管局早前亦放寬探訪要求 期望隨著社會復常 當局可考慮再一步放寬院舍防疫指引 若果長者和家屬都齊了三針 可以安排到戶外活動和外出見見家人 早幾天政府宣布放寬相關防疫措施 10月6日開始放寬 說會台限制、延會人數等 但好像漏了院舍 院舍探訪的安排仍然相對致論盡 業界希望可以放寬 讓院舍內的老人家方便和容易見家人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文情相當重要 不妨劉過言說說大家的意見 相關當局 希望看到這些留言、信息等等 能夠在人情的角度出發 安排老人家能夠容易見家人 另一邊相亦跟進這則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亨格尼拉8間酒店被入侵 客戶資料外洩 私隱公署說或影響超過29萬位香港客戶 報道內文提到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回覆傳媒查詢時指 前晚收到通報 可能有超過29萬名香港客戶的個人資料受影響 考慮到事故性質及受影響的人數更多 公署已展開巡規審查 暫時未接莫市民就有關事故的查詢 公署又指 香格尼拉只會事故過後超過兩個月 才正式通報和通知客戶對此表示失望 香格尼拉旗下酒店資料外洩當中 涉及幾間香格尼拉香港旗下酒店 不說不知原來多達29萬位香港客戶的資料都受到影響 私隱公署已跟進 但大家也會擔憂 尤其是越來越多網絡的東西 又說無緣無故有賬戶被人轉走了不知幾多萬元 這些資料會否受到影響 香格尼拉聲明裏說到估計是不會的 即是說什麼護照、身份證、信用卡資料並沒有外視 但這個情況的確令社會關注 據了解事件仍然在調查與跟進 零變相亦都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一天發現家裡的WiFi變得慢了 男子的經覺原來被人偷網絡的數據來用 於是就改了密碼 但第二天在門口收到字條 知道真相後被宣陷入兩欄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家裡的WiFi突然變慢一定有古怪 但想不到竟然有深酸故事 內地微博近日熱傳 一名男子發現家裡的網速變慢 檢查過後原來被陌生人偷偷連了上去 來上網 於是很生氣改了一個密碼 誰知第二天那個事主收到一張字條和一袋雞蛋 內容令到他被宣 頓時陷入兩欄局面 不知如何應對 據網上透露資料的男子因為疫情放假一天要留在家 於是就玩遊戲打法時間 他家裡本身的超高網速網絡突然變慢 檢查裝置發現原來有陌生人偷了他家的WiFi 在上網 於是他生氣改了密碼 並限制裝置連接隔 網速隨即回復 不過事件仍未結束 到了第二天 男子看到家門口貼了字條 地上放了一袋雞蛋 見過內容後才明白事件始末 根據網傳的照片 字條上有個小孩寫著叔叔 你家的密碼換了 我上不了網貨 我爸爸媽媽也沒有在家 家也沒有安裝網線 這是我奶奶買給你的雞蛋 希望你不要嫌少地說 見過字條過後 男子瞬間被宣感到難過 不過他頓時陷入兩欄 如果男子給他密碼 可能被鄰居隨意拿網速 但如果不給他密碼 男子又不能上網貨 令他不知如何是好 估問論如果事情是真的 又發生在大家身上 你又會怎樣做呢 會不會把你家的WiFi 密碼給旁邊的弟弟 讓他可以上課呢 如果做到那個小善 就是說家裡的網速慢些 不過可以做到他的話 我相信絕大部份的網友都願意這樣做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拜拜